而且陸陸續續大家見到新合約裏面的問題 我今天見過的其中一份最新合約 由你進入這份新合約的未來十二個月都是試用期 即是徹徹底底要叫員工禁聲 否則我就會行使一個月的通知期 隨時在這十二個月內解僱你 所有的新合約在講的 你正在規管的我答應你的工時 我都還可以幫你供強積金 你再做多些我就不會再供多些 一間公司淪落至此 我們這麼多個空中服務員和飛機師 所付出過的貢獻 就是你這一次順便進行的合約大清洗 更加清洗埋虛煉 你不喜歡的伙計 絕對是一次政治意味的大清洗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大灣區航空已經準備就緒 怎樣準備來香港 要消失一間公司 是不是造就另一間公司 可以進入香港做生意的好時機 我相信香港人自有功倫 在這裏譴責太古集團 你任意讓太航空辜負香港人 你太古集團也都更加背棄所有的香港人 我們要求盡快啟動有意義的談判 盡快和工會達至可以接受的方案 謝謝大家 太古國泰泰度量 太古國泰泰度量 其實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等同禁聲的功能 另外就是講 將工會的代表權削到已經是最低 僱主的新合約裏面要求 就是說我可以透過或者不透過和你們的工會代表 或者我不需要和他談任何事情 和你去做出一些合約上的改變都可以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已經連在假期上面的改變 我們現在初步見到現況 他將過去這麼多年在法庭裏面的訴訟 裡面涉及到假期 員工挑戰合約裏面 任何一個角度的事件 他差不多一次過透過新合約處理完 去到最低勞工法例的要求 甚至將有關的權利削到最低為止 於是你都會問那個薪酬那方面 現在他們變成空中服務員那邊 每個月有一個指定的飛行時數 就有一個指定的人工 飛機師都是 但是有關的強積金工款 怎麼都是只會停留在這個指定的時數裡面的人工 所彰顯出來的那個百分比 你飛多了 沒錯你有超時補水 在多了的那些小時那裡 但是這一部分的收入 其實僱主不會作出任何的工款 那你都見到 即是任何時候 他都是在給法例最基本的東西 那這一件事我們見到的甚至有部分 涉及到房屋津貼 教育津貼那些 他甚至已經不再聲明了 他不再變作為合約條文的一部分 任由僱主可以以附件形式 擺到員工手冊那裡 任由他們決定 他給你多少 但是他不給你 你不等於可以指控他 違反了有關的合約條文 所以這一次這麼大量 要將一些資深員工 清洗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為什麼要予以這麼強烈的譴責 就是你看到 他明知道舊合約裡面 太多不同形式種類 他一次過就動了齊他 他一次過清洗了他 而且現在空中服務員工會 還細心在檢視著 到底整份所謂留得低的同事的新合約 值不值得大家去簽 現在還沒有任何的建議 但是看到的 有很多有問題的地方 我相信工會 接下來一定會繼續跟資方去談 去離清 到底不清晰的那些地方 將會是怎樣 但是我看到的一個 比較可怕的現象 我們的飛機師的那個薪酬 是大幅地被壓縮 新入職的飛機師 十幾個月的訓練 還要經歷這麼嚴厲的選拔之後 他們現在的起身點 只剩下三萬一千多元 跟我們當初所認知的 他們的應該的起身點 真的差很遠很遠 所以我可以想像到 差起碼四成的 所以我相信 接下來這個行業 已經真的再不能夠 可以好像以前那樣的想像 不僅此 今次是一個很刻意 所有舊合約的大清洗 不論哪一個工種 我們地勤的同事 都不是可以豁免於這一次的影響之中的 大家再收到新合約 都一樣是減薪 去到三成或以上 所以我們見到 根本是一次 很有計劃 已經預備好 極舊合約清洗行動之餘 是要將所有僱傭 他們事宜上面的所有障礙物 一次過的清除 而當你看到 根本這次裁員行動 還不是可以幫他省到多少錢 實際上每個月的開支來講 為甚麼他都要這樣做呢 背後就真是 一定是有一個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 其中就是要把你們的舊合約去 再沒有這些 在心目中阻礙他們 想停止行使某些 他們應該要行使合約權利的能力 而另一項當然就是 清洗一些不聽話的員工 而第三項當然就是 但是我一直都非常嚴重的質疑 政府怎麼會沒有角色 在協助大灣區航空 是不是要來得到香港之前 極之有可能要幫他 掃除所有的障礙物 包括他的競爭對手 所以由很早之前 我已經留意到這個現象 但是沒有想過 他最後借疫症 成就了這次一個大清洗的工程 但其實完全是不必要 也都就算有需要 不應該去到5300多人 一個這麼大的規模 一個這麼大的規模 愧對了香港人 愧對了我們這一班的同事 在說 5300多個的家庭 我不懂得形容那一晚的心情 有很多都是我的朋友 也都有我們工會裡面 曾經努力過的工會理事 他們什麼都沒有做錯 但是 就是這一次 被固主徹底放棄 徹底出賣的情況之下 失去了他們的工作 是疫症 一次這樣的第三浪 完全放寬所有豁免 讓我們的第三浪 第三波疫情進入香港 令到大家 要面對一次這麼殘酷的現實 真真正正的始作勇者 是這個政府 在林鄭 我們的從業員沒有做錯任何事 我們每一個人都尊重 為他們的僱主付出 換來的就是 一次這樣的 大清洗的結果 這樣的結局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真的要看清楚 一間公司的財務狀況 是否是他所說 不得不敢做 是不是 好像說到他不敢做 明天就接得這樣 完全不是那件事 還有其他問題 謝謝 因為現在公會最忙的 因為過千個同事 失去工作的話 事實上他們真的要 拼合好多個不同的人 給他們的文件 要做出相關的比拼 還有要有一些假設的狀況 會出現的時候 到底是怎樣 他們是在忙著 要看清楚 到底那份新合約有什麼問題 還有那些剛剛離職的同事 他們所有的那些離職的補償 已經不會再談 是不是優不優候的問題 到底補得對不對 所以我不敢亂猜 他們什麼時候會見面 但是我相信他們是會見面的 但是我不太樂觀 到底管理層會給些什麼 很有建設性的 反應我們的工會 但是我在這裏再次 在這裏警告國泰航空 你要想一下 你日後繼續在香港營運的時候 你在給香港人一個什麼的形象 你是不是真的是香港人的航空公司 在這次裁員事件裏面 你所有的反應 你日後自己會承擔 不要再逃避有關的討論 亦都不要再視工會不存在 這個是我這一刻可以告訴這間公司 管理層知道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謝謝 攝影機 我還是要留意 我會說 不答應 所以大家應該落資 我倒不散 我還是要按摩 我應該要按摩